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土耳其17号通过历史性修宪公投 正式从内阁制转向总统制 现任总统埃尔段的权力将大幅扩张 握有政治实权 包括可直接任命最高层级的政府官员 选派多人担任副总统并且废除总理一职 修宪还将革新司法制度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期限 这场公投被反对者视为埃尔段走向独裁的手段 不过赞成派只以3%显胜 代表反对势力基础雄厚 他们扬言将挑战公投结果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在公投取得胜利 以51%的得票率通过修宪公投 原先内阁制改为总统制 埃尔段赞扬选民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开票结果一公布 各地支持者高兴地挥舞旗帜 走上街头庆祝 公投结果赞成阵营小胜反对阵营 让18项宪法条文过关 二段成为继土耳其国父凯默尔后 或有最大权利的领袖 新宪法内容包括废除总理一职 并由总统选派副总统 如果土耳其出现反抗国土的暴动 一旦总统决定实施紧急状态 将至少维持6个月 之后总统每次能要求国会延长4个月 另外在国会方面 成员数则从550人增至600人 每5年举行一次国会改选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 总统也享有更多影响力 13位成员中5位由总统指派 另外8位则由国会选出 未来总统不再只是象征性政治权利 更过有行政权 2014年上任的总统艾尔段 修宪后定在2019年才举行总统 即国会大选 如果他胜选将或5年总统任期 之后还能连任一次 也意味艾尔段有机会连当15年总统 让反对者批评这项公投是艾尔段 为了集中权力所祭出的手段 反对阵营更扬言将挑战开票结果 指控舞弊 由于公投宣传过程中 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一度紧张 艾尔段在选后敦促其他强权国家 尊重公投结果 并呼吁盟邦邦对于土耳其在对抗恐怖分子时的敏感度 有更多的认知 庄社综合报道 旭利亚北部大城阿勒坡临近的小镇 15号下午发生炸弹攻击 好几辆巴士和汽车起火冒出大量黑烟 队员人员不断洒水灌旧 旭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 一辆载有炸弹的箱形车朝着巴士车队引爆 造成至少100人死亡 多人受伤 而部分死者都是准备从古雅和卡菲亚小镇撤离的民众 也包括好几名引导巴士车队的反抗军 强大的爆炸威力巴士车体被烧成交黑 严重毁损 还在一旁等待救援的民众煎熬心情全写在脸上 自从21年3月爆发叙利亚内战以来 已造成超过32万人死亡 过半数的人口流离失所 还有上万人生活在战火频频的围城内 虽然有人道救援物资进入 仍面临严重人道危机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武装日前达成协议 政府均容许数千名反对派成员 及他们的家属撤出大马士格 前往反对派控制的伊德利普省 而反对派则准许两个神业派城镇的民众 撤往政府军控制的阿勒坡 不过双方对于撤离人数出现分歧 让计划一度受阻 今晚目前已经恢复撤离程序 但等候进入反抗军控制区的撤离车队担忧 会爆发下一起报复行动 专社综合报道 台湾羽球好手戴茲颖球运气势旺 16号在新加坡羽球超级系列赛中 连两场21比15 直落二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选手马尼摘下冠军 这也是戴茲颖连续夺下的第五座超级系列赛冠军 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对然后我只希望每个人就是在看到我的每一场球都可以 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想帮我加油 对然后我就是很享受在球场上面比赛的感觉 戴茲颖说上周和马林打了80多分钟才分出胜负 因此决赛前她已做好了长时间比赛的准备 最后以耐性加上实力终于击亏对手 我在想她很想要把我很快的打死 然后我也很高兴自己没有这么容易就死掉了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有稳住 然后才可以去造成她其实很多她的失误 戴茲颖表示一开始她并没有接受正规羽球训练 因此打法和球路都过着很正统 但也因为这样反而为她带来许多好处 我希望在每一场比赛里面都可以去找到一些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然后再回去练习做修正 如果我今天赢了我就从明天的比赛开始修正 但是如果我今天输了 我只能从训练上面继续做调整 戴茲颖马不停蹄 新加坡摘下冠军后立即反抵国门 进入国家训练中心 备战23号在大幕武汉举行的押紧赛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导 中央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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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国防部表示 北韩15号庆祝建国领导人金日成105岁名弹 盛大阅兵仪式后 16号早上再度试射飞弹 但飞行约60公里后 即坠落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以失败告终 美国军方指出 试射的飞弹为中短程飞弹 总统川普第一时间已获得资讯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北韩不断进行核事 日前更扬言 几分钟足以移平美军驻南韩基地 以及青瓦台 引起全球高度关注 北韩的弹道飞弹能力发展程度 15号的太阳日阅兵仪式上 北韩军方大秀前射弹道飞弹等武器 看似军威庄严 但美国武器专家却指出 飞弹出现设计矛盾 执疑作秀的成分高于实际威胁 但南韩军方仍忧心 本月25号是北韩人民军成立85周年纪念日 北韩再次试射的可能性大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 仍需维持警戒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大陆过去是北韩最重要的盟友及经济命脉 今年阅兵却没有任何大陆高层官员出席 大陆日前更向俄罗斯寻求协助 促使朝鲜半岛局势降温 在这敏感之际 美国副总统彭斯15号访问南韩等亚洲四国 他向南韩确认美方承诺 两国关系犹如钢铁联盟 美方并持续对北韩合适议题进行资商 装饰综合报道 朝鲜半岛紧张情势升温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南韩军方已将部署SAD系统所需的物资 全部空运至沁上北道的部署地 新州高尔夫球场 SAD部署进入碗公道署 中国大陆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 武大为访韩期间 会晤南韩各阵营人士 武大为除了强调以对话解决北韩核武问题 更持续表达反对SAD立场 SAD问题中方最关键 它是他在X国端的一档 武大为表示南韩部署SAD系统 中国北方禁办被SAD探测范围覆盖 将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 南韩坚持部署SAD飞弹系统 引发中国对南韩祭出限航令 一路从娱乐观光到抵制航货等经贸手段 据韩联社报道 目前中国大陆99家乐天中 有74家被勒令停业 13家因内部原因休业 大陆九城乐天处于关门状态 估计上半季损失超过一兆韩元 约新台币288亿元 继乐天集团之后 大陆反SAD的伙势也蔓延至制造业 南韩汽车大厂现代汽车 三月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也缩水一半 中央社综合报道 但您聚焦5月9号登场的南韩总统大选 目前呼声最高的两位候选人 是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 以及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 两人的民调支持度相差不到3% 形成两强争霸的拉锯战 其他候选人则在夹缝中寻求转机 争取关键的中间选民 面对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 各党候选人不断修正对萨德系统的立场 但都同意需要防止美国对北韩发动先制攻击 南韩大选活动起跑 就看候选人各显神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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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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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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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